親自都軍新北演習 這回特意增加戰爭場景 但政治上戰火已經開打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自稱 他在交通部長陣內 擴建林口五谷交流道 確實在2020年12月 侯友宜曾發文說在林佳龍財事下 終於決定林口交流道 同時推動北入南出 懷疑過程早在2013年 新北市府就有意推動 但被中央打敲 直到2020年9月林佳龍視察 但當時針對的是只有南出部分 侯友遺憾要納入北入 到了12月林佳龍再去 裁拍板都納入 一直到去年7月正月合定 但林佳龍早在4月份就寫人 我們在105年的5月25號 就訴求預算提出了一個改善工程的計畫 給中央了 那這跟108年交通部的林部長 道任就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是幫忙 這個新北市政府在找路 不能講說就是說過河拆橋啦 至少不要尊過水無粉 當年的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如今侯友宜林佳龍變成競爭對手 換了角色 這友宜的小船 看來還真是說翻就翻 TVBS新聞 吳坤 李子恆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讓我們來看